大家好,我是阿尔姐 把鸡腿放入蒸锅 出锅瞬间变美食 首先准备两个大鸡腿 将鸡腿在清水中提前浸泡一个小时泡出血水 然后再用厨房剪刀 将鸡腿骨剪掉 像这样鸡腿骨就去掉了 然后将鸡腿切上几刀 这里要注意底部不要切断 将鸡腿转个方向继续切上几刀 取一个大碗 放入切好的鸡腿 先放到一旁备用 准备一根大葱 切适量的葱花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丝 将切好的葱姜放入鸡腿肉中 下面来调味 加入一勺白糖 一小勺鸡精 适量的料酒去腥 少量的生抽 少量的老抽 最后加入一大奥尔良腌料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这里可以多抓拌一会儿 让鸡腿肉更加的入味 抓拌均匀后 再放入两勺土豆淀粉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 盖上一张保鲜膜 放一旁腌上30分钟 让鸡腿肉更加入味 30分钟后鸡腿已经腌好了 去掉保鲜膜 把葱姜剪出来不要 再把腌好的鸡腿放在锡纸上 稍微整理平整 将鸡腿肉卷起 这里稍微卷得紧实一些 鸡腿肉卷起之后 再用锡纸包起来 继续卷起 将锡纸两端收紧一些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盖上盖子开大火 上汽之后计时蒸30分钟 30分钟后将蒸好的鸡腿肉取出 自然冷却 放凉之后将锡纸剥掉 再将鸡腿肉切成厚片 这样做出的鸡腿肉特别的紧实 切好的鸡腿肉摆入盘中 蘸上自己喜欢的蘸料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鸡腿肉这样做Q弹入味 特别的好吃 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进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